選舉到最後階段 今天除了辯論會之外 國際媒體怎麼報導台灣 帶您來看到的是 這個是華爾街日報 今天的報導是什麼 說台灣總統呢 他們現在感覺上呢 其實是跟中方 是不是有近或者是遠 說呢台灣總統現在都不親中了 這裡面呢 其實我們就發現了 同一個記者呢 他在四年前也曾經有過報導 說呢這個韓國瑜對於親中的標籤 非常的不滿 到目前這個階段 是不是韓國瑜又重新回來了 因為昨天這個賴清德也特別提到了 我們不用膝蓋走路 然後說呢 昨天趙少康有點口誤 還感謝他的真心推薦 而也在最後階段 看到了好久不見的李嘉芬 現在現身在高雄這邊來幫忙助選 他講什麼 他講說呢 是因為過去這個候選人幫忙他很多 所以他現在願意再站出來 請教亮哥怎麼樣來看 選情走到了最後倒數兩個禮拜 好像民進黨開始有不同路線 那個外媒 外媒事實上 你如果要做台灣或中國的大陸到報導 你不反中 你還真的卡不到那個位置 目前就是這樣 而且通常很多都是華人 他也許來自台灣來自香港哪裡 反正一遍倒都是反中的 連那個路透社台北那個記者 我去查他之前寫的文章 沒有一篇不是反中的 你如果不是反中根本登不出來 所以他為什麼會 都是循著那個調子在寫 那個就是基本上 他本來就是這樣的思想 才會被放在那個位置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 民進黨也很順勢在打 因為他知道現在 美國反中期限高 民進黨就可以跟他有一種 分境合集的感覺 這個事實上 可是事實上他往往會導致 他對台灣的政治的誤讀 因為他會只偏重去接觸綠營的人 通常就對國民黨還有其他的人 的接觸就會變少 是 你怎麼看最後階段 韓國瑜現在還是被拿出來 被酸一下 那個沒有用 韓國瑜被酸可多了 我覺得自從他被罷免 然後這幾年都做公益 他基本上已經洗過了 就是他該受的處罰也結束了 現在就是還是維持他的人氣 那就是往前能夠做一些 正能量的一個表率 大概是這樣的角色 好 選舉到最後階段 剩下兩個禮拜的時間 希望大家能夠抽出時間來 好 回到現場 在這一次的交鋒 我們再次給您一個最新的資訊 也就是剛剛我們所討論的 就說戴清德今天講了這麼一句話 說把中華民國當作是兩岸的護國神山 到底是要促進和平 還是要給臺灣帶來災難 在剛剛的會後記者會上 賴清德強調 這是他的口誤 他的原話 其實應該是講中華民國憲法 不是在講中華民國 他覺得柯文哲抓到他小辮子這樣子打 他覺得並不是太合理 不厚道 不應該 不過另一件事情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今天討論最多的是賴皮療 也就是房屋的問題 可是問題是扯到了這三個字賴皮療 賴清德其實不太開心 我們來聽聽這個原話 一個問題我在內心很久了 其實黃國昌公佈他們家的賴皮療控造圖 其實新北市政府早就有了 你為什麼不拿出來 你是要仰岸 還是你們就是互相攪伐 我這想不通 第一個我不接受柯主席撐我們家的房子 是用那樣的方式 我覺得非常不禮貌 一般的民眾就算了 你是黨主席總統候選人 你不應該帶頭做這種惡意的示範 他陣球不開心 因為後面當柯文哲這邊提到了 他自己新竹的問題的時候 他有一點哽咽 然後賴清德馬上說 我相信你剛剛那個絕對是真情流露 我絕對不會說你是為了那塊地 再哭再不開心 好不過另一個議題 在今天也是重點之一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在最近所發生的重大社會案件 很多人開始討論了廢死的爭議 今天有相關交鋒 台灣有八成的民意 支持廢止死刑 支持維持死刑 反對廢死 我13位候選人 唯明確表達 我反對廢死死刑 因為我是一個社會治安的守護者 我堅持司法正義 保護受害者 你們兩個是急急廢死 還是反廢死 侯市長 台灣現在沒有廢死 這個議題不僅僅是台灣 在國際上也談了很久 在任何地方廢死 都需要非常高度的社會共識 2009年台灣施行人權兩公約 也是從馬英九前總統時代開始 所以我強制要求廢死 但要求在死刑的執行上 要嚴謹的程序 從人權角度 其實在廢死這個議題上面 現在會引發這麼多討論 主要是因為在網絡上 太多年輕人在講了 還記得嗎 這個新北割喉案 這件事情確實民眾 大家都在問去學校都不安全 去哪裡才安全 甚至還有人在網絡上說 賴清德恐怕會這件事情 會影響到他 因為他們說現在 少年法已經不適用在 未成年的年輕人 所以到底民進黨 現在處理這些事情 是不是讓大家覺得 真的有保護到校園安全 網路上的討論 現在甚至有人決定要站出來 要下修連署 他們講法是1月14號 要開始發動這個連署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說在目前 因為1月13號大選了 所以沒有辦法做相關的連署 那就是選完之後 馬上做 甚至不排除走上街頭 發動遊行 大家說這個一定要修 不然擔心之後會很難處理 甚至在今天也看到了 教師他們很直接的講 因為相關的法規的關係 所以除非已經發生事情 不然警察也沒有辦法來幫忙你 老師 第一線的教師說實話很難處理 大家開始在討論 為什麼會變這樣 討論當中討論到了一個人 是范雲委員 范雲委員曾經有發了一個記者會 這裡面就特別強調說 是不是可以收孩子的書包 違法收查 范雲昨天再次的發一個聲明 他表示當時會開這個記者會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學校是 無差別式的大家通通收 所以他才會出來有這樣的一個訴求 是不是是可以針對特定學生涉嫌犯罪 或者是攜帶違禁品來搜 但是不可以無差別的全部大搜查 大家開始在問這個邏輯 我真的不懂 甚至也開始出現了非常多的梗圖 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想要請教亮哥 在這一次的辯論會上頭 非常多的話題 從一開始我們講到兩岸之外 其實很多人更關心的是民生議題 包括了這一次賴疲勞的爭議 其實很多人覺得說 當然賴清德講 我都不是第一個講的 你們先講我才被迫回應 但是聽到了賴疲勞三個字的時候 他不開心 請教亮哥怎麼看 那個Face的羅志強是專家 待會兒由他來說 那個范雲那個是逼中就輕 因為他的提案的原文 後來那個管理辦法就是這樣寫的 就是你要做任何的搜查 學生會代表 家長會跟教育 反正三個代表裡面要有兩個在場 這個在現實上根本做不到 所以形同無法搜查 這個兩個人在場的要件 就是他加進去的 所以這個不要賴就是你幹的 就是你跟那個人本教育基金會 就是沒有考慮到校園安全 校園秩序上要維持有一定的難度 你沒有考慮到人家的困難 那你一面倒的 站在學生的人權那個角度 事實上凡事一定要取一個均衡點 你沒有 結果就導致教育部 因為這拋文中跟你們就一路了 所以才會搞成完全失衡的狀態 那事實上還要回到民進黨一路 比如說你不要叫官 然後老師體罰也不要 那後來連老師要處分學生 如果有學生實在太過分 事實上現在到了國中 很多學生都長得很高大了 像我們業營那麼小資 去國中當老師就很容易被學生欺負 對不對 那那個學生如果互惡不俊 完全都不聽你 你怎麼辦 你最多的權力是叫他罰站五分鐘 你知道嗎 然後你罰站他的時候 他用三字經繼續罵你 那你怎麼辦 你還可以讓他繼續罰站五分鐘 那這有什麼用 還有各種留言 那學生還可以去舉報你 所以在台灣的整個 校園的倫理秩序 是蕩然無存 那事實上教育部當然要負 絕大的責任 因為這個就是民進黨一面倒 都站在人權那邊思考 沒有考慮到校園的一定的秩序 對於其他學生學習的必要的一個 安定的環境是多麼重要 其實在目前為止 大家就開始在討論了 說到底我們第一線 是可以做哪一些事情 到目前為止 基本上前線的老師 國教盟這邊 他們直接的回應說 事件發生之後 譬如說有很多就是八加九 就是在校外 對穿制服的學生叫囂 或者是讓孩子們感到害怕 但是他們說他們也沒辦法叫警察 他們真的沒有能力處理 甚至他們這個形容是 學校就像是待宰羔羊一樣 這其實是對於第一線的老師 他們也希望能夠幫助孩子 但是他們有的時候 他們也不知道該怎麼 從何做起請教兵閣 我覺得這種東西 范雲當初你知道他做得多離譜 他不只是不讓收書包而已 他甚至說連學生不尊重老師 都不能夠寄警告什麼都不行 他當時是完全就是為了討好學生 就完全站在就是學生最大 然後什麼都不能弄 然後結果 因為我很多同學都在當老師 他們現在就面臨一個狀況 什麼狀況你知道 就是他們根本不要管學生 因為沒辦法管 你管了你自己會倒楣 你管馬上你報告都寫不完 就會出現這個狀況啊 那對老師來講 特別因為我的同學都差不多五十幾歲了 所以對他們來說我管那麼多幹嘛 我就是當作沒看到 所以他們以後上課的時候 就只跟好學生溝通 那些就是不願意聽訊的 不願意專手自覺的學生 他們就當作看不見就好 不然的話剛剛亮哥已經講 現在學生個子多高大 你以為他們打得贏啊 而且說真的 就算你打得贏你打的事情更大條 不是嗎 所以對他們來說最好的方式 就是當作沒看到 那壞學生就壞吧 反正因為他們不能夠做任何處置 你一處置了之後就會倒楣 那老實講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那一天是那位同學 因為他是風紀股長 他出面了 如果這個風紀股長沒出面的話 那是不是老師就要出面自止 老師出面自止的話 你覺得被統合是誰 當然就是老師 所以懷疑嗎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個人認為學校 當老師連自己安全 都沒有辦法保障的時候 他怎麼可能去保障學生的安全 這不是很荒謬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們當初把教官 要求教官離開學校 OK 那你們的替代機制到底是什麼 有人提過這件事嗎 沒有 其實今天很可惜的就是 我覺得大家在這次的總統辯論會上面 也沒有提到這件事情 我一直期待說 因為這是當前最重大的一個 社會治安問題 那三位候選人好像都沒有就此琢磨 沒有提出一個量測出來 證監發表有 但是沒有說講到很仔細 比如說針對校園的內部 這個東西到底要怎麼辦 具體的作為 對 因為大家都只是 像柯文哲有講說 預防中醫治療 然後也有說什麼 什麼要扶持暴力 有賴金德也有說 社會安全網2.0 但是問題是真正的做法是什麼 沒有人講 我覺得這非常非常可惜 因為這是迫在媒睫問題 大家不要忘記 台灣是少子化社會 每一個孩子都是家長心頭的寶 那這個問題如果無法解決的話 我個人認為那我們討論這麼多的東西 到底有什麼意義 你人民生活實際面臨的東西 沒辦法解決 然後大家天馬行空去講兩岸 去講憲法 去講這些東西 人民會無感 所以我真的希望三位候選人 要去加強這個東西 那至於死刑 留給志強講 好 來 我們要請強哥來幫我們講這件事情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在今天 因為這整個社會事件的關係 那所以現在有很多人就講說 為什麼現在的孩子 就是很多價值觀 包括以前也事實 有聽到嫌犯他們講說 在台灣殺一個人 一兩個人不會怎麼樣 這一些就是讓大家聽了之後 會覺得說 我們是一個有死刑的國家 好 所以在今天我們回到上面 這第一章有特別 侯友宜提到了 台灣八成民意 強調的是支持維持死刑 所以他就說他是三個人裡面 唯一一個明確表達反對 廢死的人 他就直接問你們支持還是反對 希望他們回答 唱歌怎麼看 首先其實廢除死刑的議題 跟這次校園的安全事件 他在法治上有一個相類似的地方 就是民黨上來之後 他非常強調所謂的加害者的人權 但是他無限上干加害者的人權之後 就造成守法善良的民眾或學生 他們我們的生命安全 受到很大的一個威脅 所以他基本上是施衡的 比方我們先從校園這件事來講 他剝奪今天管理的權能之後 造成學校老師無法去管理危險物品的時候 危險物品當然進到校園 其實不只是刀蟹進到校園 毒品氾濫跟這件事也有很嚴重的關係 校園毒品氾濫的非常嚴重 是因為今天學校老師 他已經失去了所謂的 校園安全的所謂的管理的權能 我們再講廢死的題目 其實我必須說賴清德 就跟他今天講疫苗一樣 他一路就賴皮 他回答侯宇是說 侯宇現在台灣沒有廢死 各位 台灣現在是沒有廢除死刑 但是台灣現在是實質廢除死刑 所以換言之賴清德 你也不能夠不敢正面回應這個問題 不過我還是要講一件事 賴清德可能要更正一個口誤 你剛剛講中華民國是不是災難 你說這是口誤 你剛剛講我強制要求廢死 我看後文他應該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賴清德你可能要更正一下 你到底是什麼講清楚 但不管怎麼樣 顯然賴清德是沒有講清楚 但是我跟各位講 民進黨在我的選區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要支持廢除死刑 他推薦的苗伯雅 就是人稱廢死大將軍 一路走來始終如意堅持廢死 他講過很多廢死的經典言論 比方說政捷都判了四個死刑 請問改變了什麼 有什麼影響 意思是說還是有犯罪 網友是群起而轟說 這可以類比 照這樣講 我們法律 警察根本不該抓犯人 因為你犯人抓以後 還是有人犯罪 所以這個今天口誤已講到說 有八成的民意 是所謂的反對廢死 我剛好楊紫斗也在大安區 有做一個民意調查 有73%的民眾是反對廢除死刑的 其中有一個交叉分析最有趣 連民進黨的支持者 問到羅志強對於所謂的 要求依法執行死刑 跟苗伯雅反對廢除死刑的 這個態度 連民進黨支持者裡面 都39%是認同我的 只有33%是認同他 所以換言之廢除死刑 這件事情 在台灣是有很大的共識 那我就反對廢除死刑 有很大的共識 那我只要問賴清德 你這句話 你最後實質廢除死刑 請問你 你沒有依法執行死刑 那跟廢除死刑 到底差別在哪裡 好 我們先進下廣告 廣告回來我們繼續討論